这就是Rookie 伤害转换率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点九 三转换率百分之八十一点八 伤害加比百分之三十点听 对我赢加三千五零四的杀谎 这就是Rookie 卧槽 我只能说 国产中单到目前为止 没有他们三胜的统治 除了内战 你别跟我说暗示其他人什么的 除了三胜 其他的 没拉到世界冠军的统治 确实没有他们的统治 不是我过于抬高韩元的地位 而是 你没有韩元就是拿到世界冠军 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除了S2的TPA 没有韩元拿到世界冠军 然后再看一下 还有哪个队伍是没有 还有SE 但是SE的话 SE LP跟LCK都还没 都还吃磕的 你看从S2开始 哪个队伍是没有靠韩元拿冠军的 除了TPA 和世界冠冠军 世界冠军 你LP 当时怎么发展起来的 S5 韩元大局 进军LPL 所以才把LPL的这个 实力给带起来 感觉实话是这样的呀 就连我我也是被韩元带起来的呀 游戏理解什么的 老四爷残言跟多辣他妈全是去养老的 想出成绩只能在ALPL或LCP 你不能这么说不是说全华班拿不到冠军 要票就不是第一赛区 你只要能 你就算有外援拿个冠军要什么 这影响什么呢 毕竟这不是国家层次 这是ALPL这是赛区 你要像这种亚运会这种 比如说23年杭州亚运会 这种比赛要的拿个冠军 我猜 正式比赛 但我估计有点小学 三七开 三七开还是保守了